Hi,我是Denelle Barbera 在我的餐店上 我決定重點關注乳製品和飲食 作為鈣的良口來源的重要性 儘管鈣至關重要 但有時並不經常包含在每個人的線食中 而且有時它不容易獲得 我左邊的餐店就反映了這一點 我將這麼大的蝙蝠放在其他含鈣食物上 是為了表達飲食中的乳製品的重要性和缺乏性 我的餐店受到藝術家Joe Goody的啟發 特別是他的作品《牛奶樽》和《無限》 他在很多作品中都用了牛奶樽 但這件作品擊中了我 它是白色的,設成了牛奶樽的形狀 顯示出的衝擊力都通過白色塗料 即是在藍色背景上把它包圍來表達 我喜歡這件作品是因為它通過牛奶樽的傳統形狀 和它對健康的益處有效地傳達這種食品中的重要性方式 但重要的是要有鈣和飲食 這種營養成份可以通過芝麻、豆腐、乳衣甘藍和吉皮等其他食物獲得 感謝你的收聽 希望大家在這段時間保持健康和安全 食得健康 嗨,大家好,我的名字是Alex 希望你一切都好 很不好意思,我們沒有辦法一起吃飯 但我很高興我們仍然可以在網絡上保持聯絡 我的餐店主重的是蔬菜 特別是綠色蔬菜和這個蔬菜對健康的益處 由1992年到1995年 藝術家團隊哈哈創建了Flood洪水項目 這個主要涉及一個水培花園 這個花園種植了乳衣甘藍和散葉甘藍等綠色的植物 還為外資病毒和外資病患提供了草藥 對於那些在外資病流行期間得不到適當照顧的人來說 這是通過社區獲得照顧一種方式 水羹花園是在水營養液中生長的花園 不是土養中生長的 這個限制了土養中可能存在的任何前在有害細菌 這些細菌對免疫系統受損的人來說是致命的 外資病是後天免疫機能喪失綜合症的代表 它會影響一個人的自身免疫系統 令身體更難以抵抗感染和疾病 現在我們有一種可以提供幫助的藥物 令外資病帶來的影響和外資病患者可以長受充實 但在1980年代和90年代還沒有藥物 因此攝取充足的水果和蔬菜中 附含活營養素和維生素的適當飲食 是增強免疫系統的最佳方法之一 羽衣甘藍和散業甘藍 又附含維生素 又對癌症預防、心臟健康、消化支持和降低膽固醇有幫助 即使對於免疫系統沒有受損的人 吃這些食物都可以獲得我們需要的所有營養 尤其是在這段時間裡 但是因為隔離可能有點難度 嗨,大家好,我是matilda 我在這裡介紹我做的餐碟 雖然我很遺憾無法親自展示 但是非常感謝大家的努力 令我們在這樣的危機時刻 都可以以這種方式展示我們努力的成果 我本來很期待我們一起吃飯 但我更加希望就算在這樣的特殊時期 我們的工作都可以為你帶來生意 看左邊,我們在餐碟主題是營養和蛋白質 我當時在想著Sarsilla 在沙門氏菌危機中的重要性 以及蛋白質中的營養 不過將這些營養 考慮到需要提前幾個星期購買食物 所以我開始思考包裝這些食物的材料 這些材料最終會到達我們的餐桌上 以及我們怎樣存儲我們的材料 這是每個人現在都要考慮的重要因素 但是對於那些更容易受到 今次健康危機影響的高風險人群來說 這一點就特別重要了 出於這個原因 我思考了不同的包裝方法 以及保存肉和魚 以及其他類型的蛋白質 但不損失大量營養的最佳方法是什麼 在研究中我了解到 食肉那時肉越新鮮越好 因為肉暴露於空氣中會流失養分 養化和細菌生長 而針對這種細菌的熱處理 會進一步損害養分的壽命 我馬上想到Bony Aura Shark 在動物園籠裡的表演 他在獅子旁邊的籠裡 食用過的肉 動物以大量消耗生育文名 我在看這個藝術品的時候 沒有考慮太多的食物選擇和其他元素 但是通過看這個藝術品 我加深了對肉類保存和食用的理解 在作品中 Bony破壞了人類和動物之間的等級差別 因為人類一般來說是觀看動物和他們進食的一方 除此之外 他將自己和動物放在同一個地方 但是他消耗的東西對身體的營養比獅子的少 總結一下我們的餐店 就是購買肉類以延長保存時間的最佳方法 購買冷凍產品 或者將這個肉冷凍起來 這樣他們就可以在需要大量營養的情況下進行解凍 保存的另一種有效的期待方法 是罐頭肉 儘管這種方法不會保持類似肉的質地和味道 並且缺少一些重要的營養素 最後感謝大家的收聽 希望你喜歡我的餐店 而且希望我們以後可以聯繫 嗨,我是Simon 我的餐店是關於Arie Young John的金色蕾豬 金色蕾豬由一個懸掛的雕塑組成 這個雕塑有一個5500個黃銅蕾豬 還有一段30分鐘的錄像 上面是一個日本女人準備著湯羊 視頻還講過湯羊的一些問題 湯羊是由鴨蛋黃製成的泰國甜品 它看起來好像是金色的蕾豬 都是這個藝術品名的由來 這個食譜起源於15世紀 由葡萄牙修女發明 接著在17世紀 由Maria Guayama Dipena引入泰國 她是日本、葡萄牙和孟加拉血統的人 她還是Constantine Volkman的老婆 Volkman曾經是泰國盜賴國王的顧問 由於她和Volkman的關係 以及其他一系列事件 Maria最終在宮殿擔任了甜品師 她介紹了很多種葡萄牙甜品 並且將它們引入了泰國 包括湯羊 當看湯羊的營養成份的時候 我主要集中在鴨蛋上 鴨蛋是蛋白質的良好來源 大部分來自蛋清 組成蛋白質的胺基酸 包括中藥胺基酸 這些胺基酸不是人體自動產生的 必須通過食物獲得 胺基酸對於很多不同的身體功能非常重要 包括維持骨骼健康 蛋黃中沒有那麼多蛋白質 雖然蛋清確實有更多營養物質 例如對血氣包有益的鐵和銅 但是蛋黃還含有大量的蛋固醇 脂肪和保和脂肪 一個完整的鴨蛋 含有619毫克的蛋固醇 是每天限量的2-3倍 雖然每天蛋固醇限量 在2015年被被除了 但是仍然建議患有心血管疾病的人 限制吸入蛋固醇和脂肪 因為這些成份都有加重心血管疾病 或者其他更嚴重消化疾病的風險 脂肪會阻塞動物 並導致一些病況 所以湯羊只是一個甜品 甜品一般沒有很高的營養價值 但是通過了解原材料 我們可以得到更加全面的營養價值 食這些食物有什麼好處有什麼風險 然後我們可以根據它的情況做出決定 例如說我們吃多少和吃什麼 同樣在泰國通過湯羊在泰國的地位 我們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到 這些甜品如何不單止是泰國甜品 還有很大的影響 和這些文化互相作用的影響 我們還可以探索個人歷史 和更加廣泛的文化歷史之間的界限 在這種具有重要文化意義的甜品中 這個和個人以及祖先的歷史 都是息息相關的 因此在比較大的範圍 了解這些食物的益處和風險的時候 我們就有更加重要的理由 都有充分的理由去吃這些東西 限制吃多少對健康是很重要的 關注自己的身體狀況 知道自己在吃什麼 可以幫助你長期保持健康 多謝 Hi 在Greater Boston 和Chinese Golden Age的各位 大家好 我的名字是Diana Lau 今天我將和你聊一下我的食品餐店 這個是一個叫做 Say to Jones的藝術家 開始的一個名為社區餐的項目 基本上它包括一個社區餐 邀請來自Say to Jones附近社區的大概2000個人 他們一起吃一頓飯 和聊一下周圍的食物系統中的健康飲食 因此這個餐桌放在街邊 它有1.5米那麼長 因此這個是一個非常長的桌 有點像餐點中間看到的 社區餐提供了一個機會 邀請附近的人了解他們可以用的食物 並鼓勵大家選擇更加健康的食物 他們還邀請了在當地種植和工作的農民和工人 這些食品在鎮上出售食用 因此和社區餐類似 我們都是一種喜歡共享社區用餐的社區 但是我們的參加成員不同 有來自Greater Boston和Chinese Golden Age Center的人 有營養學家 還有Tuft University的學生 因此我們都有可能引發有關健康食品選擇的類似討論 我的餐店提供了一些食物準備技巧 可以增加你所食用食物的一些額外的營養價值 因此前兩個需要分享的是包裝冷凍水果和蔬菜 它有時可以給新鮮的水果和青菜提供更多營養 是因為冷凍產品通常在熟的那時才摘 因此它提供了更多營養價值 未成熟那時摘下來的新鮮農產品 會降低它的營養價值 第二個技巧 去將大蒜切碎之後 等最少10分鐘 然後再煮 因此 就需要將這個大蒜切碎 或者是碾碎 靜至10分鐘之後 就可以產生更多更強的抗氧化劑 如果你直接將大蒜去煮 它就會流失營養 第三個技巧 是在水果和蔬菜中添加油或脂肪源 令到更多的必需營養 維生素和抗氧化劑得到吸收 這些對你身體有益的東西 就可以進入你的身體 所以有時吃橄欖油沙拉 可以為你提供更多營養 例如說 給水煮青菜提供更多營養 這些都是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營養秘訣 是我從營養學家那裡學到的 我真的很希望我可以在現場 和大家一起吃飯的時候 討論這件事 就好像say to johns 在社區用餐時 和他的街坊聊天 我相信我可以由你的智慧 學到更多技巧 例如你是如何準備自己的飯菜 最後多謝你收聽我的分享 和我的食物餐店 謝謝 還有希望你身體健康 嗨,你好,我是brook 今天我在這裡討論我做的餐店 當我選擇在餐店中說些什麼的時候 我在考慮食物和社區康復的力量 我的目標是創造一種方法 不單可以鼓勵大家食用來自未精製的全穀物 和蔬菜的重要營養食品 還可以激發創意 在肺炎流行期間 很多人提供了有創意的解決方案 並將這些創意作為舒適和娛樂的來源 我選擇專注全麥餅乾 並將這些餅乾和其他生物進行比較 好像老鼠仔和飄蟲 老實說,可能性是無限的 我細分了如何選擇淋漬 在這個過程中,根據提示和健康選擇 將它分解為脂肪、蛋白質、水果和蔬菜 脂肪提供風味、質地、好感和蛋白質 為人體和蔬菜提供必需的燃料 並提供纖維抗物質和抗氧化劑 我還說明了如何選擇合適的餅乾 其中第一成份是全穀物、大量的植物和低納等纖維 還要避免糖、人造色素和防腐劑的添加 這是為了幫助大家提高對可能接觸到的東西的認識 以及如何將這些東西用於類似的食物中 我討論的藝術品是Linda Miller Nicholson 的植物原色的意面 因為它有脆味,還結合了穀物和植物 我尤其對餅乾的創造產生了共鳴 它用如蝴蝶、溫島、花之類的材料作為藍色 甜菜是紫色,薑黃是黃色 它的麵食中包含彩虹的同趣 我想傳播這種歡樂,甚至搭配一些更有營養的食物 由於麵食附含精製穀物 缺乏味精製穀物所帶來的健康義柱 所以我一般會喝一杯熱茶和食創意零食來治於我的身心 多謝! 嗨,你好,我是Lex 講到這個項目,我思考到當時我們正在經歷的全球流行病 並在思考著我希望有哪些訊息可以跟其他人分享 因此我對那些可以幫助增強我們的免疫系統 並幫助身體抗激疾病 而且平價有廣泛使用的植物和食物非常感興趣 我在與營養學家的談論中學到 大蒜就是那種食物 不僅可以增強我們的免疫系統 而且還可以起抗病毒的作用 並且可以幫助人體保護自身 免受病毒侵害 並減少它的影響時間和降低症狀嚴重程度 我很驚訝也很興趣 大蒜怎麼煮呢? 大蒜中含有一種叫Alan的發酵物 當捏碎或咬之後會變成Alicine Alicine非常不穩定 會迅速轉化成含流發酵物 從而增強體內白細胞 並幫助人體抗激疾病 問題是,在我的研究中 我還了解到主大蒜所產生的熱量會減少藥效 因此有很多建議是生食大蒜 例如在Celsa醬、沙拉調料和其他調料中 以及在湯、沙拉和三明子中 加黃油和加大蒜的吐司 但當然了,在大多數時間 我們吃大蒜的時候 我們都是煮熟食的 因為這樣的方法對我們來說是最好吃的 因此當你煮大蒜的時候 如果你想最大程度發揮大蒜對健康的功效 你可以這樣做 將所有大蒜切碎變成薄片 將粉碎的大蒜在煮之前靜置十分鐘 這樣就經過一段時間的煮 或者用比平時更多的大蒜 就會產生有用的發酵物質 例如你的食譜需要一粒大蒜 但你可以試試用兩粒或三粒 大蒜在全球用了藥物已經幾千年了 它也是一種抗菌制 也是一種驅蟲制 因此知道這一點之後 從沒有種意義來說 大蒜可以抵抗吸血鬼和邪靈 都不奇怪了 這是大蒜在我們文化中的 重要組成部分 都是我們民族 我們的藝術書集和電影中的 很大一部分都涉及了這個方面 因此我一直都在思考這一點 作為一個有意思的例子 說明我們的生活經驗 和與食物的互動 對我們的藝術和文化 起到的重要作用 因此在你吃東西的時候 想到這件事也是很有意思的 拜拜 Hi 大家好 希望你們一切都好 對於我的餐店 我想專注於生薑和薑和 以及它可以減少 炎性性關節炎影響的方法 實際上我對這個話題非常感興趣 因為我生來就有免疫疾病 並且發現飲食對我的舒適度 有很多有益的影響 由我的研究中 我學到了很多關於薑和薑黃的抗炎特性 藝術家Higer Young 在他的母的作品中 都同時用了這兩項 我的餐店呢 有一個系列香料表 其中顯示了各種香料 這些香料對亞洲殖民主義的歷史非常重要 其中就包括薑黃 它還有另一個系列叫做切菜板 蔬菜是紙上切割 然後展示留下的痕跡 我個人很喜歡這個作品 是因為它確實顯示了每一個動作的好果 無論這個好果是好的還是壞的 那就好像洩入營養了 做出的每一個選擇都會直接影響你的健康 通過做出明智的決定 你可以控制食用量 那營養就會為你的健康帶來好處 吃飯或者喝水的時候 配合生薑或者薑黃一齊 可以對關節發炎和關節痛 產生積極的影響 嗨 大家好 希望你們一切都好 我是Tina 我是Tarft University的一年級學生 在這裡很高興向你介紹我的餐店 餐店的靈感來自Alison Knowles的藝術項目 這個藝術項目的名叫做製造沙拉 它在世界各地的很多地方表演 很多人會一起製作和分享沙拉 這種表演不單止將日常食物融入藝術中 而且可以當作向公眾分享和分發營養餐的一種方式 我知道沙拉在中國或亞洲文化中 沒有它在西方文化中那麼流行 因此包括我自己在內的很多具有中國或亞洲血統的人 更習慣食用經過處理或煮熟的蔬菜 但實際上吃沙拉有很多健康的益處 例如說沙拉有豐富的膳食纖維 可以促進消化系統健康 並降低磷患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它們還提供足夠數量的人體必須的維生素和抗物質 當生食蔬菜和水果時 這些食物中的很多營養素都可以更好吸收 因為沙拉有各種的健康益處 我想用餐電向我們的沙拉介紹不同的水果和蔬菜 並提供相應的營養訊息 所以我畫了我們經常會吃到的沙拉圖片 包括漿果、羽衣甘藍、菠菜和芝麻菜等綠色蔬菜 我希望通過我的餐電 你可以了解食沙拉的各種好處 甚至乎可以自己做一份沙拉 多謝!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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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